号称哲学的三大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来 要到哪里去 其实在科学当中同样会面临这三个问题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够给出很好的答案 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取决于各位你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那么你眼中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 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今天咱们不是要来聊哲学 我们来聊一聊科学当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相信我 如果这一期你要是能够有所收获 那么一定会刷新你对于世界的认知 怎么样 这个开头是不是越来越像营销号了 好 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请问 什么是温度呢? 有同学说温度就是冷热呗 对 温度就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这么一个物理量 我们人类定义温度这个概念就是从人体感知来的 夏天会出汗 冬天打冷颤 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现象也是温度的体现 比如说物质的三态变化 水一加热就会沸腾了 为啥呢? 因为像变了 还有像热胀冷缩 这些都再平常不过了 所以我们就制作了温度计 用来量化温度 就是我定量的来研究温度的一些性质 那在物理学当中通过自然现象 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 这种研究过程叫做违向 违向理论 杨仁宁老先生曾经把物理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试验 违向理论 然后理论框架 所以其实物理学的很多理论都还停留在 或者曾经停留在违向的阶段 有点像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就是我先总结出规律 至于这个背后的原因我慢慢去体会 慢慢去猜测 对吧 你仔细回想一下 很多理论都是这样的 好 那咱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什么是温度啊? 这个问题一直到微观理论建立之后才有了新的答案 温度是宏观的物理量 而在微观上温度只是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有一杯水 微观层面就是一堆水分子 这些水分子无时无刻不再进行运动 那所谓剧烈程度就是指这些水分子携带的动能 对吧 如果这些水分子的平均动能比较高 那么在宏观上体现出来的这杯水的温度就会比较高 如果这些水分子的平均动能比较低 那么在宏观上体现出来的这杯水的温度就会比较低 咱们做个形象的比喻 我们把手伸进这杯水里去感知温度 如果水分子运动的要是剧烈 那这些水分子对于手的碰撞是不是就会很强烈啊 这种强烈在我们的认知里就被定义为烫 我们对于空气温度的感知亦是如此 你觉得今天天气热不热 其实就是空气分子对你碰撞的距不距离 这就是温度的微观本质 所以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要是再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对于每一个微观粒子来说 那它们的温度又是什么呢? 你会惊奇的发现 对于微观粒子来说它没有温度的概念 因为粒子不需要 所以当我们讨论粒子的温度的时候这就没有意义 我们只需要它运动的有多快就行了 这就是微相和本质的区别 咱们再举个例子 什么是颜色呢? 颜色同样是我们主观感知来的 它的物理学本质就是不同频率或者波长的电磁波 电磁波的波长可以有无数种 理论上从零到无穷大之间都可以 频率越大能量就越高 而我们人类只是能感知众多电磁波波长当中的那一小小部分 这一部分就叫做可见光 其他的压根我们就感知不到 然后你在可见光范围内 根据我们人眼的视锥细胞的敏感程度 我们的大脑会反馈给我们不同的颜色 红橙黄绿蓝电子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颜色也是微相的 这也是我们的主观感受 你要硬去问波长550纳米的电磁波本身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意义 到这估计你可能已经迷糊了 别着急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知 会不会也是停留在微相层面呢? 请问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单元是什么呀? 最早我们认为是原子 后来发现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和电子 这个更加本质了 再后来又发现原子核里面有质子和中子 这个更本质 再后来又发现质子和中子还能分成不同的夸克 所以现在的标准模型认为 夸克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了 但是注意 只是在这套理论当中需要这样 真实情况我们依旧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在贤理论当中 我们就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是贤 M理论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 还有可能是二维的魔等等 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个世界最最本质的运作规矩 就是我们永远都会停留在微相的层面 比如说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后 我们以为发现了自然的真谛了 这是引力的本质 但是后来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告诉我们 万有引力定律 那是我们自以为是本质 但是其实还是停留在微相层面的 那广义相对论又是不是本质呢? 很抱歉 我们不知道 但是没关系 科学的意义就在于不停的打破迷雾 看到本质啊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什么样 完全取决于你对于世界的主观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种跳出微相的思维 发现本质的眼睛 当然不用我们去思考那么那么高深的问题 世界到底是由什么高成了呢? 或者回到开篇的哲学问题了 我是谁啊 我从哪来啊 要到哪去啊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不用去思考那么深 有的时候稍加思索就行了 然后你的认知就会超过很多人了 你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了 但是这个稍加思索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这就是思考的意义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西瓜视频 科普创作人 妈咪叔 关注我数学无理 薛尚银 咱们下期见 拜拜